謝謝主席,我們請農委會主委 請陳主委 謝謝主委 主委,其實真的 因為一個事件而引發 如果說我們的農產品滯銷的話 而且訂單都退掉了 那我們農委會其實 要有更多的說法 應該讓我們的消費者更安心 這是很重要的 是啦,感謝委員 你再給我30秒說 像剛才謝伊鳳委員 如果我說台續摸一個 五萬港到達了 是不是會影響到 那個續產品 我說不會啊 因為全世界我們收集的文獻 從來沒有這回事 所以我才會講說葡萄的事情 它是一個彰化的葡萄的盤商 它得了確診 絕對跟彰化葡萄完全沒有任何的關係 所以消費者反而在這時候 因為沒給水 皮特更更低 可以大量的來採購啊 所以我覺得是要特別來強調這個說明 結果他剛剛質詢說 叫我承認 因為台續裡面的員工得到 就會對續產品有影響 我開玩笑怎麼可以承認這件事情 這完全不一樣啊 所以我才會非常的嚴正的聲明說 在這時候 大家是要針對防疫去做好 但是不能把錯誤的資訊 傳到每個消費者 反而造成的對我們農漁序產品的影響 這真的是非常重要 時間裡面澄清 所以我們昨天不只發新聞稿 我當然在臉書 在所有的我們的農漁業部門裡面 要去說明這件事情 或者的話 那以後哪一個市場的員工受影響 那個市場的農漁序產品不是受影響 絕對不是這一回事 所以謝謝委員剛剛的這個質詢 我想每個委員都是關心啦 因為現在確實是疫情 那疫情的部分 怎麼讓我們人心可以安定 而且讓我們所有的消費者 在消費的空間當中 能夠更有紮實感 我想我下面要去談的也是這一點 我想主委你為了這個問題 其實也已經到了相關的賣場 也一再的去做信心喊話 可是也非常遺憾的 還是有大量搶購啦 就是說大家開始在囤積一些 所謂的食物 然後呢去採購 大量採購 而且搶購一些民生的必需品 所以我想我們都一直在呼籲 包括我們自己的臉書 包括我們的公賴 我們也幫我們的政府呼籲大家 我們的農畜產品是穩定的 沒有問題 還有我們的民生物資也沒有問題 拜託大家不要這樣子一個大量搶購 搶購的話 基本上是造成群聚的另外一個問題 大家一窩蜂擠進去 然後在這麼密閉空間 其實是更有危險的 所以我們一再的呼籲 我們國人基本上物資充足 只要我們需要的時候再去買 都沒有問題 可是我們也看到幾個畫面 我們是到一些生鮮超市 一些超市看到的 確實是空蕩蕩的一片 確實是空蕩蕩的 這是我助理在這幾天去 所以我覺得我們到底要怎麼跟這些 這個超商 然後超市大賣場 怎麼去溝通就是說 這個部分怎麼讓人民更有信心 那我們政府單位 該做到更有信心的做法 這個部分到底應該怎麼做 謝謝委員質詢這個問題 這不是立案不夠問題 是因為消費者拿了以後 我們所有以超商 他要捕獲的那一個人力 速度來不及拿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不斷地去捕 捕到讓消費者發現 架上永遠都是有這些的 我們的民生物資 所以以這個為例 我昨天就幫某一個最大的通路商 處理雞蛋 他原來的雞蛋有 我不好意思講幾個供應者 但是這些供應者 供應給他的速度 可能不夠的時候 我就立刻的調 買賦啦 就是供給的量 不賦民眾在賦啦 他要調整這一些的原來的 既有的通路體系底下 我就額外再供應 那不只是供應這一些的 所謂的那個 要供應不是說只有一件事情 他要冷藏車 他要人力 他要排除勞計畫 在這時候的相關規範 勞動部 許部長5月17號 也給了一個函視 就是在這時候 我們去年就有操作過一次 就是那時候 在去年2月的時候 也是針對民生物資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把 這次的做法都全部的去執行 我認為 這個禮拜就會 這兩天就全部 回覆到原來的一個正常狀況 所以還是要跟消費者講 防疫還是要做好 不要去因為 搶購而 群聚的時候 反而是風險很大 我們台灣真的是 物產豐富 所有的這些民生物資都夠 所以我們是希望 還是以防疫為優先 所以 主委還是做一下呼籲啦 就是說透過各種方式 我覺得主委其實 已經透過很多的機會 都不斷的在 做一些所謂行銷 然後告訴大家 沒有問題 我們的農序產品沒有問題 但是還是不夠啦 我像經濟部長也泡出來 跳出來喊話 農委會主委也跳出來喊話 但是這個部分我想 我們更應該再有更多的動作 像這個補貨怎麼補齊 否則一去看空了 大家就開始緊張了 這個部分其實是重點 謝謝主委 謝謝